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Jourman開箱去 那前一陣子呢,我開箱了美國的軍糧MRE 然後就有問說,大家還想要看我開箱什麼軍糧 然後下面有兩種,最多很推 一個是俄羅斯軍糧,一個是法國軍糧 然後我想說那既然我們要做 我就找一個法國人給我開箱法國軍糧 掌聲歡迎我的酷 大家好,我是酷,我是法國人 法國人,太好了,我們找法國人來開箱法國軍糧 簡單介紹一下,酷酷是在 你現在在台灣,你就住在台灣的法國Youtuber 對對對,所以我來台灣快兩年了 然後我目前就是,我是穿著Youtuber 對,所以在我的頻道,就是介紹台灣的生活這樣子 今天就是要來開箱這個啦,法國軍糧 你知道網路上有很多段子是在嘲笑法國的法軍,你知道嗎 對,就是他們會說,因為法國軍糧很好吃 然後他們就會講說,就是什麼美國或是美軍或是俄軍會說 我們就是來打仗了,法國人是來野餐的 但是如果你吃得飽,然後你吃的東西很好吃 拿你去吵架就比較開心嘛 你比較有力量 我就,你覺得這是法國人的堅持啦 所以我們很忠實吃這個事情 對,然後畫面這個就是法國軍糧 那法國軍糧應該是我網路上看到最貴的 因為美國軍糧上次看大概台幣300到500塊 這個法國軍糧我買了1600塊 那這是一整天的食物 對,然後網路上也有一個流傳 國際的軍人之間會交換是 好像三到五包的美國軍糧 才能換到一包法國軍糧 就這個很值錢 你看法國軍糧多厲害 這個是13號 然後軍糧的保存期限都很久 這個到2021年 所以還有兩年 2021的9月27歲還有兩年多 我們滿吃吧,滿滿吃 真的超多的耶 感覺很重耶 很重 很重喔 應該有快兩公斤吧 這個剛剛酷有講過是 三餐 對 早中晚 所以待會我們要吃很多東西 它這上面有寫的是法文嗎? 對,實際都是法文 你可以簡單幫我們翻譯一下喔 法國軍糧品像真的太多 我們直接開箱吧 哇,好滿喔 超多的耶 超多 因為東西太多喔 我們分早 我們先把它分成 看起來是早中晚 OKOK 就是早中晚都可以吃了 餅乾 餅乾應該早中晚 這個應該是早餐 早餐 骨片 骨片 這都是甜點 我們法國人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這些 太多甜點了 都是甜點了 超多的耶 這個也是 這個不是 你說這個都是像餅乾之類的東西嗎 這個也是 你看都是甜點 好多喔 然後這是飲料 那這裡你有咖啡啊 你有茶 看一下 這要泡水的喔 嗯 OK 這個是早餐 這裡 哇,好多喔 好多喔 好多喔 這個 我就一天吃不完吧 真的 什麼都有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 可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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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這是咖啡 咖啡 茶 茶 然後這裡你有那個 茶 這個是 調味包嗎 鹽巴 鹽巴 就是鹽巴什麼 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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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糖漿 糖漿喔 對 糖 這個呢 這是能量飲料 他附了 火柴 這是巴黎解塔耶 你看巴黎解塔 海旋門 你看那個細節 法國人喔,你看 你們會不會太用心在做天涼啦 等等等等 你看你看看 這個是 這是總餐 總餐 對,你要個主餐 所以總餐跟晚餐 這個是你說的鮪魚什麼 這個是不是 這個是很濃的糖 怎麼念啊 Pote Paysanne Pote Paysanne 然後這個是 奶油義大利麵 對對,義大利麵 這怎麼念啊 Torsade à la Carbonara Torsade是一種麵 Carbonara是一種醬 意大利的醬 所以這兩個都是用這個爐子加熱這樣 對對對 這個是 這是 鮪魚罐頭加起司 喔 鮪魚罐頭加起司 對對對 你說你很期待這個 對,這個很好吃 鮪魚罐頭加起司 然後 這是整天都可以吃的 這是早餐骨片 我們先來加熱其中一個 然後 再吃別的 就同時做好 這個是拿來燒的東西 對 類似它的酒精膏 看一下 OK 哇 哇 你看這個方便 你們真的很認真在做軍糧 是不是 法國人 我都會煮飯 你看 好療癒喔 那我們就先丟著 給它加熱 然後開始吃別的 來 一個 跟威士尼 跟骨片喔 好癒 我看起來很好吃耶 嗯 是不是 這怎麼比我 我去便利商店買的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哎呀 然後同時我們這邊超級香的 我們這個已經 在滾了 感覺很好吃耶 哇 對到 來來來 開吃開吃 OK 好 大口 大口 嗯 我來吃 怎麼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很好吃耶 你是不是一個誇張的人啊 沒有沒有沒有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如果是加牛奶會很爽 真的 然後那個 酒麵就是一個一個 超級好吃的 它是脆的耶 就骨片的那個脆 它是有的 當然我覺得 一定是要加牛奶最好吃啦 但是加水 比想像中好吃 嗯嗯嗯嗯 我覺得這樣剛好啊 哇 好多胡蘿蔔喔 這在野外可以吃到這種蔬菜很爽 這個 這個好像是鴨肉耶 等一下你這用的是要付給 付我們這樣子嗎 嗯嗯 很可愛 這個就是 疑似是鴨肉跟馬鈴薯 對 是鴨肉 那麼高級啊 鴨肉很貴你知道嗎 鴨肉超級貴 超好吃耶 真的好好吃耶 這個已經不是菌糧了 喔 剛開始吃沒多久 我已經完全可以想像 為什麼要三四包 美國菌糧才能換一個方法 菌糧 因為真的是不一樣的程度 這個是香腸 當然香腸可能 要崩一點比較好吃 它沒有到很崩 但是 吃得出來是香腸 嗯 我覺得這有點像豬肉耶 去鴨肉吧 它上面有沒有寫 我們把那個皮 我覺得味道的是 是鴨肉 可是吃起來口感有點像豬肉耶 是嗎 嗯 因為鴨肉很比較趕 呃 等一下等一下看一下 對的看一下 是豬肉 對啊 是豬肉啊 我就跟你說是豬肉 但是因為它調味很重 所以一開始吃到油脂的部分 你要說是鴨肉 一開始 嗯 覺得 一開始沒有一句說好像是鴨肉 但是很認真吃之後發現是豬肉 嗯 對啊 這是一種技術啊 這是一種技術 對 一般的豬肉 我以為是鴨肉 弄成一個鴨肉 對 很不錯耶 接下來我們要吃第二輪了 然後這個是 等一下 唉唷 好 各位我們要來把這個是奶油培根義大利麵 嗯 看它是通心麵的感覺 它並不是一條一條 一卷一卷 對我們只要有這種麵 嚼豆餡 就是 嗯 比較厚的 培根味很重耶 豬肉味很香耶 雖然說現在賣相看起來沒有很好 很香耶 那我要把它加熱 好啦 那我們開始加熱囉 這個預計是晚餐的概念 然後 我們同時要吃什麼 可以吃那個 這算是前菜吧 前菜喔 嗯 這個是 就是 加工過的鮪魚加起司 它很像醬的感覺耶 對 鵝肝醬的概念嗎 那 你可以磨在麵包上 或是 你可以磨在餅乾上 所以它同時有鮪魚跟起司 對 好 所以這個兩個是搭一起的 對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然後這個餅乾呢 有三種口味 第一個口味是巧克力 第二個口味就是 那個什麼 燕麥嗎 然後 然後 這一個就是鹹的 鹹的 對 那 那個鮪魚也要跟鹹的一起吃嗎 不是它給超多耶 不是 一個口味給三包是怎樣 真的 我沒想到會這麼多 這一天就吃不完啊 真的 我覺得打仗的時候 大家會想要跟法軍成為朋友 對對對 欸你要有冰乾呢 你有咖啡嗎 這樣 講話 我一整包 國軍軍兩個跟你換 你這麼吃呢 你自己磨那個鮪魚 你看 感覺不一樣喔 跟一般的鮪魚 感覺不一樣 它比較綿密 對 是一種醬 很綿密的醬 然後 你磨一下 然後自己吃 然後這樣吃 好嗎 嗯 是平常你在法國吃的味道 那個起司的味道沒有很重 但是 這樣會比較綿密 因為有起司 就看看 好 比較大口喔 就多一點 口感比較綿密的鮪魚 嗯 有點像是我們早餐吃那種鮪魚沙拉 裡面包的鮪魚 但是更綿密一點 嗯 起司味真的沒有很重 所以有些法國人 會做的 在自己在加起司 或怎麼樣 對 好像出好了 就出好了 好 很大塊的豬肉 然後麵 可是這邊有點糊成一塊 是馬鈴薯泥嗎 嗯 不是不是不是 應該是起司 很多肉 你看 這都是肉喔 好多肉耶 然後 這個是起司的 一種起司的醬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我來試試看 很厚實耶 我原本 因為你知道嗎 像美國軍糧的這種麵 就是會很軟爛 嗯嗯嗯 當然沒有辦法做到 跟餐廳線做的一樣 那麼Q 可是 它還有一些口感在 完全無法想像是罐頭 真的耶 我要配肉吃一下 配肉吃一下 好不錯 好不錯 這個我願意買很多個 晚上自己家都來吃 這不是 這不是很方便耶 很方便耶 真的喔 比 比某些UberEats好吃 真的 嗯 這個以俊良來給的話 應該會給它10分 哦 我滿分喔 我覺得它比飛機餐好吃耶 嗯 它比很多飛機餐好吃 嗯 那 一般食物應該有到7分 對 我會給6分 因為法國人的水準比較高 但是 但是我還是覺得蠻不錯 所以 如果你去餐廳喔 你給我這個 我不會很滿意 但是如果你朋友給我煮這個 我隨媽媽給我煮這個 我會很開心 可以可以 就是晚上突然想吃東西 這樣加熱一下很爽 好吧 那我們吃完主餐 那有吃什麼呢 要吃 甜點 然後 然後法國有很多甜點 超多 這些都是甜點 從何吃起啊 都是甜點 這些東西 這些牌子 都是在法國真的可以買得到的牌子 在草食買得到 所以對法國人來說這是家鄉味 對 他們最有名的是蘋果泥 蘋果泥 對 蘋果泥 對… 這個就是一種果醬 這好像看包裝是棗子是不是 對… 是一種… 這個是一種果醬 這個應該是主要的甜點 應該是這個 他…我看別的影片 他說什麼是蛋糕耶 我想說太扯了 怎麼會是蛋糕 這不是蛋糕 這是一種… 你小心喔 你不要再拔那個了 這個我不會講啊 這個… 這叫什麼 這個…很多… 是這種種種種來的 紅棗 棗 紅棗 你可以這樣吃 好 這個… 很軟喔 很甜 很甜 為什麼有這種水果呢 因為… 它的能量很… 它的力量很高 就是那個熱量 對 那個熱量很高 有 所以你吃一些就會… 吃飽了 然後… 也有蛋白質 這… 對你健康很好 我想起來有啦 還是有人會直接吃紅棗 對 有啦 台灣也會這樣吃吧 那… 我們來吃… 法國的… 牛軋糖 喔 牛軋糖 法國牛軋糖 然後… 這個是滿特別 因為有水果 我從來沒看過有水果的牛軋糖 你自己在法國也沒看過 對… 沒看過 真的有水果耶 所以… 我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個是有很像什麼鳳梨丁喔 還是香蕉丁 看起來… 賣香100分耶 所以… 我在法國的時候我要買牛軋 他就拿這個出來 對 牛軋 我們這個牛軋都是這個 牛軋 它比較軟耶 本來法國就是比較軟的 嗯 因為台灣的牛軋糖 很硬 對阿 我覺得奇怪 但是就是脆 有些人去看 但也不會倒太軟 這個好吃很香耶 好… 各位我們… 因為… 剛剛吃甜點吃得很甜 決定泡個飲料來喝 嗯 這個是咖啡嗎 對 咖啡還給兩包耶 可是沒有糖 所以你要這幾條 嗯… 它不是三合一這樣 對…我們基本上 法國人不會加糖 就是… Espresso的喝法 對… 對… 所以如果你家長 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小朋友 喔…家長或是小朋友 這是娘泡的概念嗎 對… 所以如果你喝拉鐵那種 大家會覺得 喔…你是小朋友 那種… 它就是濃縮咖啡啊 嗯… 所以你很習慣這個 這個濃縮咖啡 對 然後呢 這要配甜點 可以配那個 這個是咖啡味的能量棒 喔…咖啡味的能量棒喔 對… 酷喔 喔… 我看現在很綿密喔 OK 好大塊 給大家看一下 咖啡味的能量棒 喔…再看看 咖啡味喔 但我比較喜歡剛剛的牛軋 嗯… 吃法回去變好爽 你在這樣的時候 可以喝這麼好喝的咖啡 配一些一個… 一個咖啡味的能量棒喔 吃沒有 還有呢 巧克力 它要寫60%的巧克力 所以是比較 一般口味的巧克力 嗯…嗯… 像7、80%就會很苦 嗯… 喔… 這好吃耶 喔… 我們法國人也會這樣 應該你們亞洲人 從來沒看過 這麼做 我們… 會把餅乾 也會擦什麼奶油啊 水果醬 欸… 然後我還沾在咖啡裡面 真的嗎? 嗯… 直接沾咖啡? 嗯… 好吃 這樣會好吃嗎? 好吃 我吃一下 要多一點喔 很特別耶 嗯…是不是 所以是法國人這樣吃 對 我們早上才會這樣吃 會把可頌啊… 會把什麼 嗯… 那個…法國麵包 這樣… 這樣打咖啡 很好吃 嗯… 這是果泥嗎? 這是… 美姿的… 果醬 美姿的果醬 嗯… 喔…果醬 對… 那我們把它撕開來 所以這個也是很… 很… 一般歐洲的吃法 嗯… 早上會吃 很好吃啊 對啊 這是果醬的味道 可是我們的美姿 裡面的美姿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 是味道的可能比較不一樣 但我覺得它主要是 給我的感覺是甜味 嗯… 嗯… 因為餅乾也好甜喔 嗯… 然後我們要接下來最後 還有一個能量飲料 對 那為什麼需要那個能量飲料呢 是因為 你在什麼 你在非洲 你沒有可以喝的水 嗯… 那… 你把這種 小片的東西 這個就是 過濾器 殺菌的概念 對 然後你放進去 但是呢 過濾完的水 還是會有 拐味 所以呢 你需要這個能量飲料 它可能會有甜甜的 會有風味 對…會蓋那個 過濾器的味道 所以呢 但我們現在應該是不用過濾 我們就直接喝吧 對…就直接喝吧 這個水是可以的 OK 是白色喔 欸…我以為是綠色的耶 對啊 白色 是白的 喝起來會不會跟那個 那個Monster一樣 嗯… 有件… 藥的…味道耶 可以嗎 熱愛不脆 嗯… 好奇怪喔 這是藥的味道 是藥 很像那個電解質的藥 感冒要普通電解質 感冒 然後再丟一個… 一個錠 然後… 那個藥 噢… 好啦各位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法國軍糧開箱 非常感謝酷來到我們頻道 謝謝 也順便… 也順便介紹很多 法國的一些小知識 欸… 然後我的新人是真的 法國軍糧 但我目前只吃過 美國軍糧跟法國軍糧 那法國軍糧明顯的好吃 好吃很多對不對 跟精緻很多 欸… 完全看不出來 是軍糧在吃的 真的…我以為自己嚇得到啊 好像…你送我回家 你送我回家 你送我回家回去法國啊 嗯… 這樣…哇…那麼好吃 好像有媽媽煮飯的味道 喔… 所以真的有部分會讓你覺得是家鄉味 真的… 真的… 哇… 這個在哪裡買得到 網路上 網路上很貴喔 1600啊 加一盒1600喔 應該比法國餐廳便宜很多 1600應該可以吃到一餐的法國餐廳 對… 應該比較划算的這個 對啊… 好啦… 好啦…那… 最後呢… 我同時也會跟酷拍一支影片 嗯… 是… 我不知道… 我幫他帶手 就是也是吃的 會在他的頻道 大家一定會喜歡喔 大家可以去… 大家可以去看看 現在很飽 但是… 你會一直吃一直吃 會相信我 好… 好… 所以可以記憶… 來看我的頻道喔 而且酷快要十萬訂閱了 大家多多訂閱他 對…可以幫我訂閱一下 好啦…那我們這次的開箱到這邊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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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